一起来做默想祷告 我父上帝 我们是卑贱的 我们是污秽肮脏的罪人 而我父上帝却深深地爱了我们 而且是先爱了我们 正是因我父上帝的爱 包扎了我们内心的伤痛 正是我父上帝的爱 包裹住我们内心的伤痕 医治了我们的内心 主啊 我们身体有痛痛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不舒服 哭着闹着 求医治 而我们却意识不到 我内心的罪恶 是让我父上帝多么的难过 不舒服了呢 我们真的好愚昧无知啊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醒悟过来 主啊 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我们 而我们内心亡梗 悖逆 始终不肯悔改 光求自己的利益 我们始终不知羞耻 而我父上帝却深深地爱我们 肯饶恕我们 在这时间 求主怜悯我们 饶恕我们的罪恶 我们的罪恶 撕裂了我父上帝的心 我们的罪恶 正是因为我们的罪恶 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 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第三天复活 而我们却一丝 没有体会主的心的心意 主啊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的内心 聆听主的声音 使我们的内心 遵守上帝的话语 求主引导我们的人生 这世界 如此的黑暗 而我们的天赋 倒成了肉身 来到了这世上 做了这世界 唯一的光 给了我们盼望 给了我们生命 给了我们血与肉 主啊 感谢上帝的爱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 在生活中赞美上帝 有好行为 照亮身边的人 遵守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每一天 得到主的引导 奉耶稣的名 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我们一起来信仰告白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独生的子 因圣灵感应 由童贞女 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鱼十字架 受死 埋葬 将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 升天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儿公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在座的各位 我们每当犯罪的时候呢 自己都意识不到自己在犯罪 很习惯性的就在犯罪了 这真的是非常可怜的 而我们总是重复犯相同的罪恶的时候 我们就会受管教 上帝会严严的责备我们 管教我们 在座的各位 真切地祝愿大家遵守上帝的话语 认识到自己的罪恶了 就真切地悔改 不再犯罪 我们找一下约翰福音15章14节 很多时候我悔改了 什么是悔改呢 悔改就是离弃罪恶呀 因耶稣基督的保险 使我们离弃罪恶 我们找一下约翰福音5章14节 约翰福音5章14节 一二 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 对他说 你已经痊愈了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 阿们 如果我再重复犯相同的罪恶的话 就会遭遇得更加厉害 当我认识到我的罪恶 而且悔改了 相信耶稣基督的保险赦免我的罪 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悔改了 明明知道这是罪恶 我还重复犯的时候 这个遭遇就会更加的不好 约翰福音5章14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 对他说 你已经痊愈了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 阿们 我们身患重病了 而这疾病越加严重 为什么这疾病更加的严重了呢 正是因为我又重复的犯罪 重复的犯相同的罪 我们大家要谨慎 警醒过来 很多人说 哎我没犯罪呀 在座的各位 我们千万不要自己欺骗自己 约翰一书一章十节 我们要承认我们是罪人 我们人都是罪人 是犯罪恶的 大家和我 我们都是犯罪的 我们要承认自己是罪人 而怎样我才能不至于犯罪呢 这正是通过耶稣基督的保险 正是奥秘啊 我们人都会犯罪 甚至有时候是重复再犯同样的罪恶 而我们怎样才能不至于犯罪 战胜这一期的罪恶 战胜这一期的邪恶呢 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 告诉我们不要再犯罪了 正是因为有确切的方式 有确切的方法是可以不至于犯罪 不再犯罪的 所以主耶稣基督这样 真切地教导我们 告诉了我们啊 而我们的内心却不聆听主的声音 总是偏向于犯罪 因为我们心里就有罪恶 恶念 我心里总有不好的想法 我身体上总有罪恶不断地涌出来 不知不觉又把自己陷入罪恶又犯罪了 而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保险 是帮助我们脱离这一期的罪恶 这世界越来越邪恶 我们人也会越来越邪恶 那这样的结局就是更加的不好啊 那怎样才不会犯罪呢 我们遵守上帝的话语吧 我们再来读一遍约翰飞五章十四节 约翰飞五章十四节我们读一下一二 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 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 阿们 在座的各位有些信徒身患重病了 发现这个疾病比之前更加严重了 那这时候我们要谨慎警醒过来啊 我们的罪恶得到饶恕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经历 哎呀 之前我犯罪了 我祷告了 上帝饶恕了我 而我这次 而我这次呢 不小心重复的犯罪 结果再怎么求饶恕 感觉怎么没有得到饶恕了呢 然后下次我再也不敢了 我们一起找一下诗篇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 我们找一下诗篇一百一十九篇 在韩国打一百一十九就是灭火 就是着火的时候打一百一十九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十一节我们读一下 怎样我才能不犯罪呢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十一节一二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 免得我得罪你 阿们 就是说我的内心 要 我的内心要有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话语进入到我的内心了 帮助我不至于犯罪 用头脑死心硬背圣经话语的时候 就是傲慢 骄傲的 提摩太前说六章三节 而我内心 藏着主的话语 我内心 遵守着主的话语的时候 是谦虚的 是谦卑的 上帝的话语 是我的生命的粮食 我每天每天都要读 每天每天我要存记在内心 上帝的话语 丰丰富富的在我内心的时候 帮助我 使我不至于犯罪 帮助我战胜一切的邪恶和罪恶 那么上帝的话语 是多么的珍贵宝贵的呢 那这里指的是上帝的话语 并没有说是律法 因为律法是帮助我们 让我们认罪的 而上帝的话语呢 上帝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粮食 是命令 都要遵守啊 我们通过读律法 认识到自己是罪恶 就认罪悔改 约翰福音五章三十八节 我们内心怎样才能 存入 我的内心怎样才能装满上帝的话语呢 当我的内心 因耶稣基督的宝血 洁净了 我承认我是罪人的身份 只有上帝的儿子 圣洁的 无侠无刺的耶稣基督的宝血 赦免我一切罪恶 有这份信心的时候 信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 是我唯一的救赎主的时候 上帝的话语才能进入到我的内心 真是因有这份信心 上帝的话语才能运行在我心里啊 上帝的话语是运行在信主的人内心的 帖撒伦家前说二章十三节 上帝的话语在我内心的时候 人才能谦虚 提摩太前说六章三节 我们在这世上看一个人是不是谦虚的 总是看一个人的外表 哎 这个人总是低声下气的 是不是很谦虚呢 不是的 不是按我的偏见来看待一个人 上帝的话语 丰丰富富的存入在我内心的时候 这才是谦虚的 上帝的话语在我内心的时候 不至于犯罪 是谦虚的 有信心的人 内心服侍耶稣基督的人 内心充满的是上帝的力量 内心充满的是上帝赐业的能力 战胜一切的邪恶 以耶稣基督的爱心 战胜一切的罪恶 不至于犯罪 是谦虚的 而我们呢 光头脑死即应被圣经经文 结果把自己推向的是 傲慢自高自大 骄傲了 圣经的话语是要进入到我的内心 而我们始终装不下圣经的话语啊 唯独耶稣基督住进我的内心的时候 唯独我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独生的儿子 是我为的救赎主的时候 上帝的话语才能进入到我内心啊 在座的各位 圣经的话语不是理论知识啊 圣经的话语是活生生的生命 我们听了圣经的话语 就要遵守 如实地遵守 遵循圣经话语的时候 我才能领会 才能明白 那圣经的话语 怎样才能进入到我的内心呢 我们首先内心 要找回上帝的形象 这是上帝是 按照上帝的形象 创造了我的内心 创造了我 那我内心 要找回耶稣基督 我内心有耶稣基督居住了 这才是真实的我 我们找一下约安福音五章三十八节 很多人这辈子信主耶稣基督 说是自己信了 但是来到教会始终没有找回形象 光身子来教会 但并不是认识耶稣基督才来到教会的 并不是找回上帝的形象来到教会的 好像以为来到教会 参加礼拜了 身子参加礼拜了 就能得救赎了呢 绝不是的 我的内心要真真实实地得到耶稣基督啊 而且确信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 就是我唯一的救赎主 因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 为我的罪恶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第三天复活 我确认这正是我唯一的救赎 使我的内心找回上帝的形象 我与耶稣基督同在 我在主里边 主住进我的内心里 而很多人呢 就是以外表 好像搞搞那种外表的聚会来到教会 好像在消磨时间 好像在搞拓展关系 并没有真实的信啊 罗马书十六章十七节 我内心没有得到耶稣基督的时候 光服侍的是自己的肉体 服侍的是自己的肚子 元阳福音五章三十八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一二 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 因为他所拆来的 你们不信 阿们 我内心没有上帝的话语的话 就意味着我内心根本就没有信心啊 信 因信耶稣基督上帝的话语 是能进入到我心里的 所以圣经的话语 我听的时候 我读的时候 首先要悔改 因为我们人是罪人 通过读圣经 通过读圣经的话语 我们能够发现我内心的邪恶 能发现自己内心的罪恶 我真诚地认罪悔改了 这时候上日的话语 是运行在我信主的人内心的 在座的各位 我们读圣经 每一天都要坚持读圣经 读圣经的时候 首先要承认我是罪人 而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保险 是赦免我一切罪恶的 上帝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犯罪了 只会更加地糟糕 我们得医治了 我们的罪恶得到赦免了 我得到了这份得救恩的确信了 而我又重复去犯相同的罪恶 明知故犯 这反而会更加地严重 很糟糕的 大家知道当时在比诗大池旁边 有一个患者 三十八年一直躺卧在这旁边 就等着能下进这个水池子里 但是耶稣看到了他 就直接医治了他 这多么的庞大呀 在旧约里 人非要进到这个水池子里 才能得到医治的话 而面对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呢 当我们信耶稣基督 呼喊阿门的时候 这个疾病就得到了医治啊 所以这比诗大池就是信耶稣基督 因信耶稣基督我们呼喊阿门啊 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 疾病得到医治 这一切的荣耀是归给上帝的 约翰福音二章九节到十二节 当水变成葡萄酒的时候 那荣耀归给上帝了 当时很多人要进比诗大池 希望得到医治 儿子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 来到了这世上呢 就是因耶稣基督 我们信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大声地呼喊阿门 是荣耀归给上帝的 这是非常庞大的呀 真切地就愿大家领受这庞大的祝福 上帝的话语 在我的内心的时候 上帝的话语 以能力彰显出来 以爱心 以耶稣基督的爱心彰显出来 而且上帝的话语 是帮助我不犯罪的 《帖撒伦家前书二章十三节》 一个人犯罪的时候 分明是因为内心空荡荡 没有上帝的话语 很多说 哎呀我记了很多圣经经文呢 头脑死记硬被圣经经文的 那反而是与上帝作对的呀 加拉太说四章二十九节 上帝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怎样才能不会犯罪 所以主日礼拜的讲道呢 反复地听 听一年都不嫌多的 因为圣经的话语 是生命 每一次听有不同的领会 每一次听有不同的身奥 这世上任何书籍 任何的流行歌曲呢 听一两次都逆 而圣经的话语 听再多也不嫌逆 因为圣经的话语是活生生的生命 并不是理论的 所以每个成功礼拜 听了讲道 听了讲道 我领会的 我可以记个笔记 然后呢 内心在反反复复的读圣经 通过读圣经 通过听讲道 我会发现我内心的邪恶 我把我内心的邪恶 发现出来的记录 在一个笔记本上 而反反复复的默想 求主帮助我 医治这些罪恶 就是说 求主帮助我 医治我内心 使我求耶稣基督的保险 除掉我内心 这一切的罪恶和邪恶呀 我的内心有圣经话语的时候 我内心有上这道话语的时候 使我不至于犯罪的 我的疾病 为什么持续了三十八年 一直没有得到医治呢 三十八年 就好比一个人的人生 全部已经荒废在这年头里了 那这个人得到了医治 得到了痊愈之后呢 耶稣就很真切地告诉他 不再犯罪 不能再犯罪了 这个人得到了医治 他就开始宣传 做见证 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 医治了我的疾病 是耶稣医治了我的疾病 我们都希望不犯罪 那上帝的话语 在我内心的时候 上帝会帮助我不犯罪 而我们人不悔改 光用头脑 死记应背圣经经文 这就是把自己推向傲慢 骄傲 自以为是 而上帝的话语 是要装入到我的内心 有圣灵引导我 是谦虚谦卑的 马太飞六章三节 靠圣灵引导的人 是谦卑的 做了好事也不会留名 而傲慢骄傲呢 非要自己先显出 自己做了什么事情 马太飞二十五章四十一节 到四十四节 在座的各位 我们的内心 要装满上帝的话语 求主帮助我 使我战胜一切的罪恶 不至于犯罪呀 而且我们得到耶稣基督了 就要把耶稣基督 传给身边的人 把这份爱心 分享给身边的人 上帝给我们的是 最可贵的 最大的宝贝 如果又犯罪了 这会更加的糟糕 更加的困难 真切地祝愿大家 得到这份允许啊 因信耶稣基督 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来到主面前 谦虚地认罪悔改 做四节段悔改呀 以赛亚说四十三章二十四节 因为在这世上 唯独上帝的儿子 圣洁的 无侠无刺的 没有罪恶的 耶稣基督的宝血 才能除掉我们心里的罪恶 才能奢免我的罪恶 所以我们认罪悔改 唯独靠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的宝血 谦虚地来到主面前 而且承认内心的邪恶吧 有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 为我的罪恶 死在了十字架上 而且第三天复活了 我们有机会来到主面前 认罪悔改 向主承认我心里的邪恶 每当因圣经的话语 因圣洁的主的话语 我发现了我内心的邪恶 我发现了内心的罪恶的时候 主啊 求主怜悯我 求主饶恕我这一系列的罪恶 帮助我脱离这些罪恶 使我不再犯罪 使我战胜一切的邪恶 靠耶稣基督的爱心 靠遵守上帝的话语 战胜这一切 我们每一天读圣经 每一天读的都会有不同的领会 都有不同的感悟的 所以我们每一天每一天 是崭新的心的开始 读圣经是每一天每一天需要做的 当然了 我们千万不要着急 因为上帝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成长 上帝帮助我 是上帝造就我们 我们遵守上帝的话语 紧紧抓靠上帝的话语 我内心紧紧抓靠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使我不犯罪呀 我内心有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上帝的话语以能力彰显出来 上帝的话语在我的内心 以耶稣基督的爱心彰显出来 这是庞大的能力 能抑制疾病 能战胜一切的邪恶 能拯救一个罪人 能拯救身边更多的灵魂的 这是非常庞大的能力和权柄啊 所以上帝的话语是多么大的权威呢 所以我们内心要丰丰富富 存入上帝的话语啊 上帝的话语是权柄 是能力 是彰显出来的 是能照亮身边的人 医治身边人的灵魂 拯救身边人的灵魂的 在座的各位 我们不知不觉中身上就有罪恶 就像出汗一样 不知不觉心里又有罪恶 罪恶总是像小偷一样 进入到我们心里 而我们怎样才能战胜这一切的罪恶和邪恶呢 唯独靠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 不停地认罪悔改吧 常常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认罪悔改 紧紧抓靠上帝的话语吧 我们跟上帝 我们跟身边的人相互问候一下 我们得福了 能信耶稣基督 这就是最大的福气啊 是上帝向我们施怜悯 施慈爱的恩惠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主啊 实在是感恩感谢于你 真的是太感谢了 主啊 这一整天我们跌倒好几百次 而我们却总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一直在犯罪 求主怜悯我们 饶恕我们的无知 主啊 这信心不是靠自己的 是上帝向我们施的怜悯和慈爱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获得这份信心 使我们因信耶稣基督 内心能够装满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靠着上帝的话语 战胜一切的邪恶 主啊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的内心 紧紧抓靠上帝的话语 听了上帝的话语 就能遵守上帝的话语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因信耶稣基督 有好行为 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把好的福音 正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分享给身边的人 奉耶稣的名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愿此刻我们救主 耶稣基督的恩典 与上帝那极致的爱 与圣灵的感动 与引导保护 在这时间开始 我们下定决心 不再犯罪了 在每个下定决心的心意上 奉主的名祝愿 将从此刻开始 永远一同同行 阿们 那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